今天想要跟你分享如何唱出百分之百 到底的爵士即興 你好我是爵士歌手流利 我幫助人找到他們真實的聲音 並且可以 用自己的聲音在各種不同的曲風當中 自在的 即興 演出 是不是很常在 唱即興的時候 或者是嘗試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會覺得卡卡哪裡不太對勁 或者是在聽人家 唱即興的時候去 Jam Session 會覺得 爵士樂當中 非常大宗的一個 樂風就叫做 Swing 搖擺樂 那顧名思義呢 Swing 最重要的呢 當然就是他的 Swing Feel 也就是他的那個搖擺感 所以今天想要帶給你幾個練習 是可以讓你更好的去掌握 Swing Feel 搖擺感這件事情 今天第一個練習呢 就是我們先聽音樂 然後試試看我們可不可以讓自己打拍 打在二 四 拍 讓他 搖起來 來 那我們今天就用我們的 Swing 大神 康貝西的一首歌 Every day I have the blues 這首歌的演唱者呢是 常常跟康貝西合作的一個爵士歌手叫 Joe Williams 他所唱的 One Two Three Fou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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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呢除了聽音樂去感受那個音樂的律動之外呢 也要跟你推薦 就是去使用 善用我們的節拍器來做這個練習 這你可以用英文去搜尋 Netronome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不一樣的Apps 然後你可以就去下載你覺得 最喜歡的 界面你覺得最舒服的 有沒有 就很在意那個顏色好不好看 呵呵 可以把 節拍器設定成是四四拍 所以是一個小節裡面有四個 四分音符 One Two Three Four 這樣子 然後 看看你的節拍器可不可以設定成 他會想四聲 可是第一聲他可以是不一樣的聲音 譬如說我這邊的聲音就是 那這個的用意就是讓 我們知道說每一次每一次 四拍四拍的 拍頭在哪裡 2 3 4 4 2 3 4 1 2 3 4 所以嘴巴可以跟著念著那個四分音符 可是我們的手 打在 二四拍 1 2 3 4 1 2 3 4 進階版呢 就是我們的手一樣是打在二四拍 可是我們在嘴巴念的時候 我們來做他的 八分音符的三連音 所以我們會講成 instead of saying 1 2 3 4 我們可以講成 1 2 3 2 2 3 3 2 4 2 3 或者是你也可以就直接用123就好 所以會變成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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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來對著節拍器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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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可以把這項做得很順暢之後呢 我們再來一個最近親的版本 就是我們要把123 的那個2 把它消音 所以呢 instead of saying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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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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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ing the do-da-do-da-do-da-do-da 的感覺就會出來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那這邊要注意喔 就是你的拍子 你手上打的二次拍 還是要在2跟4的正拍 因為很容易會被你自己 1 3的那個3 你會變成是第1拍 或是第3拍的夥伴拍 這樣就是不太對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或者是任何練習的心得 歡迎你在下方留言 我都會回覆你們的留言 以及你也可以臉書私訊我 我就會分享一個免費的 即興練習 以及爵士聆聽的素材給你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